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上任后首次访美 在下星期的乌克兰会谈前 美国和德国再次展现团结立场 指出俄国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 对欧洲的和平稳定带来立即紧迫的挑战 大陆也是布林肯和贝尔伯克的讨论议题之一 布林肯表示大陆对美德的共享价值 对促进全世界稳定繁荣和自由的法规 秩序跟协议造成巨大挑战 眼前的问题就是大陆对立陶宛的霸凌 重申美国和盟友会合作对抗大陆的恫吓 以及对人权的迫害 地缘政治和冷战历史 让立陶宛原本就站在对抗俄国的第一线 俄罗斯拉拢白俄罗斯 并且军事化跟立陶宛相接的外飞地加里宁格勒 大陆则是以制裁行动 惩罚立陶宛跟台湾互设代表处 北京和莫斯科不掩饰地对立陶宛施压 考验美国跟欧盟对盟友的承诺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